随着新孟琪的上线 不少玩家都体验了一下 这位可以收获双倍快乐的英雄 为什么是双倍呢 因为你飞得很快乐 对面啥点也快乐 在刚上线之时 孟琪的胜率是直接跌到了40% 一度上原本很期待 孟琪的玩家大不上单 但是经过几天的发酵 如今孟琪的胜率已经拖破50% 这足以说明新孟琪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大家选错了方向 由于旧版孟琪大多都是边路出AP 很多同学选择套用这套玩法 却发现一技能不享受AP加成 三技能直接砍掉了大闪的玩法 就只能靠二技能来打输出 但是二技能要打满一个爆炸球 需要10秒左右的循环 那我为什么不玩个小乔 三秒一散步相吗 所以AP孟琪在我看来还是有待加强的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AD孟琪了 并且是走打野位 之所以选择打野 最关键的一点是孟琪质量会随着时间快速衰减 假如说你走边路 那么等你支援到别处 容量就已经掉光了 只能从头开始斩 而打野由于可以不停的刷新一技能 一直让自己处于长胖的状态 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其次双BUFF对孟琪收益非常大 由于一技能现在不能减速 红BUFF减速有多重要就不需要我解释了 关键是蓝BUFF对于前期攻速慢 刷盾引慢的孟琪来说是有质变的 在孟琪开始堆攻速之前 我们一般需要A4下才能释放下一个一技能 有蓝BUFF的话 就是需要A3下即可刷盾 事实上即使大后期做出引刃加引战斧 孟琪A完三下后 一技能仍有0.5秒左右的冷却 也就是依然需要A出第四下 但有了蓝BUFF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总的来说 红BUFF增强连人 蓝BUFF增加刷盾频率 从而保持质量 这都是孟琪非常需要的功能 所以走打野位当仁不让 而且由于天生的高升板 孟琪同时具备超快刷野速度和刷野安全性 从一级开始打野就完全不掉血 刷完半边野去也只需要54秒 而且后续我们还可以采用拉多足野怪的方法 比如说二技能先弹到蓝BUFF 然后靠近蜥蜴用飞回来的泡泡弹一下 这时我们站在他们之间 就可以让技能同时打到两足野 红BUFF也是相同的处理 至于打暴君的效率 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么强的轻野能力 何必去对抗路跟对面坦克畸形肉搏呢 况且新版红道完美气和孟琪 高额的物理攻击可以增加 护盾的厚度 冷却缩减加快刷盾 一速能帮助追人 更不要说还有额外的100点穿透 简直就是为孟琪量身定做 而且由于打野孟琪接近有900点物理攻击 可以让我们二技能减速达到33%左右 也就是说只要连续命中三次 就能附带几乎定身的效果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减速 绝对是短腿脆皮的噩梦 最后再补充一下孟琪的大招技巧 虽然AD孟琪大招伤害不高 但是群体机会依然是非常霸道的控制 如果敌人离我们距离较近 又恰巧卡在了A不到的距离 那么这个时候 正对他释放大招是无法击飞的 因为孟琪大招开启会短段的禁用所有技能 等你中段飞行时已经飞歪了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甘江的玩法 测试释放大招 这样就能保证命中 而且由于大招开启时有短暂的霸体 这个技巧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击杀一些带控的英雄 比如面对打几 我们不要大招起手 而是直接二技能减速 然后直接冲他连 他必定会加二技能控我们 这个时候大招霸体加击飞 注意弱点选择他身后 这样即使他交闪现 也会在我们普攻范围内 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最后来说说出装 首先由于我们伤害基本来自平A 又特别吃攻速 所以引刃和无尽是核心装备 那么再加上红刀和抵抗鞋 剩下的两件装备就需要进行一定取舍 首先如果对面脆皮多 那我们补暗影战斧和宗师 最大化爆发 如果坦克多 那么补末式和碎星锤 如果有冬皇和张良 那么就可以补肉装和明刀复活甲 但总的来说 不建议梦琪出肉 因为你生命值跌得再高 护盾也只有物理加成 并不能提高你的抗击打能力 所以梦琪进场后 有点类似狂暴司空阵 就是疯狂刷盾来扛伤 然后最快速度击杀对方输出 所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如果阵容缺肉 那就太多比梦琪更合适的人选了 小胖子满就完事了 迷恶方面 我们选择三无双 六红月仪宿命 十一年加六狩猎四夺退 出门完美卡在十六点六的攻速 第一件先做狂暴双刃 能在七级时 把攻速拉到百分三十七点六 手感非常丝滑 这种处断到底强不强 看我这波侧面找角度大刀进场 击飞三人后 一下两下三下 世界倾近了一半 再用二级来减速追着小胖A 又A了三下后 世界彻底倾近了 长得胖就可以为所欲为 大家还不赶快练一手 一个爱的名为凡艳新的现有 在全家从国服上官网 去打牌位能不能炸鱼 中留言 前几天又打了把青铜三的局 马超路纳网 咔咔乱杀 青铜局还有青铜吗 你炸鱼我炸鱼 青铜秒变荣耀局 兄弟们还不如打自己的号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不是对面太思议 要是有的队友 他真的憨啊